台灣元宵寺民族觀光系列活動之一的台東炮炸寒丹爺即將在這個週末舉行 但今年遇到了台南地震災難 台東市公所特別取消其中放煙花的熱鬧活動 並且呼籲各廟會鎮頭為地震受災民眾祈福 每年台東縣的元宵寺炮炸武才神寒丹爺 最受遊客和民眾的喜愛而且煙花、炮掌一年會炸過好幾天 由於這個已經是民間雜訟 台東市公所也不能免續照常辦理 不過台東市長宣布取消今年施放煙花項目 也減少官方的炸寒丹表演只是扮三場 並且呼籲各廟會鎮頭要共同集氣 為台南地震再舉祈福 台東市公所表示 台東縣元宵寺民眾活動 這個月20日晚上 在海濱公園舉辦第一場炸寒丹活動 還有廟會鎮頭表演 台東市公所同時也會舉辦 捐發票做公益活動 協助地震災民到過難關 我們坐在旁邊 我們坐在旁邊